大家好,我是刘逸 青椒炒鸡蛋,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家常菜 但是有很多朋友在家炒出来,总是感觉不好吃 今天,饭店大厨就把详细的做法和技巧分享给大家 像这样做出来,鲜香脆嫩,开胃下饭 做法也特别的简单家常,几分钟就能够学会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看一下,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来准备一些青尖椒 做这个菜,主要是用这种薄皮的青椒吃起来清香味浓 而且炒的时候又好成熟和入味 再准备几个新鲜正经的母鸡蛋 接着来准备一半盆的清水,放入一小勺的食盐 用手搅拌化开 这样就形成了淡盐水,能起到杀菌和消毒的作用 再放入青椒 喜欢吃更辣一点的,还可以放入一个小米辣 最好是浸泡5分钟左右再来清洗 这样青椒表面的一些其他残留就能够很好的去除掉 清洗干净后,捞出控干水分 再把鸡蛋也放入水中清洗一下 主要是去除表面的一些细菌和杂质 吃起来才健康 没有鸡蛋的,这个季节用鸭蛋或者是鹅蛋都可以做这个菜 接着来切青椒,先把地和纸去掉不要 再从中间片开,用刀拍破,然后改刀切成细丝 这个也不用切的太细,稍微偏粗一点 要不然吃起来没有口感 像这样就可以 拍破后再切的青椒丝 比直接切的更好出香味和入味 再把小米辣斜刀切成片 不喜欢吃太辣的,切上一些胡萝卜丝和大红辣椒丝也可以 再来准备小料 大蒜稍微多一点,把根部切掉不要 然后拍破 生姜一小块,也是拍破 再剁碎 少许的大葱切成葱花 切好后装入小盆中 再把鸡蛋打入小盆中 全部打好后 放入少许的食盐和适量的白醋 入底味的同时,又可以使炒出的鸡蛋更鲜嫩蓬松一些 而且还能起到去腥的作用 用筷子向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全部食材准备好后 接下来起锅烹饪 把锅底的水分一样烧干 再放入少许的植物油 先把锅润透 油热后,保持中火 倒入打好的鸡蛋液 先静止五秒钟左右 再用勺子向一个方向慢慢的推动 把蛋液炒至定型 在鸡蛋液完全凝固后 再用勺子划成大小均匀的块 这个稍微炒老一点 炒至表面微晃 先盛出来 这样吃起来既香 而且腥味又小 接着锅中 再次放入少许的植物油 和适量的猪油 这就是混合油 炒出来吃着味道 会更浓香一些 油热后下入小料 葱姜蒜先炒出香味 再倒入切好的辣椒丝翻炒 大概十秒钟左右 炒出清香味后 调味 只需要放入适量的盐 和少许的胡椒粉就可以 一定要烹入少许的清水 这样调料能够很好的炒至融化 再从锅边烹入少许的生抽酱油 提味提鲜 炒香后 倒入炒过的鸡蛋 这时候如果是家庭小赵 一定要把火开到最大 保持大火 翻炒过20秒钟左右 让青椒出的汁水 能够很好的渗透进鸡蛋里边 然后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做这个菜大家一定要记住 青椒只要炒至刚好 断生就可以 时间切就不要太长 脆嫩鲜香 下酒又下饭的青椒炒鸡蛋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 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